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005集 在这一条中间岔路上 和秦晨所走的第一条岔路并不同 秦摩在岔路上飞行了片刻之后 并未遇到任何的危险 片刻之后 前方便出现了一片残垣断壁的荒凉景象 放眼望去 前方有着一片荒原般的漆黑天地 而在这片荒原上 遍布了一根根残破的柱子 一层薄薄的黑色魔器 迷雾萦绕四周 释放出了淡淡的危险气息 秦摩忽然停下了脚步 只见摩弃柱子之前竟然躺着几具尸体 浑身被吸成干尸一样 模样惊悚 呃 之前闯入空间封印中的一些天雷城咕嗦啊 冯康安看到这些尸体 连声嘀唬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惊肉 这么说来 天雷城中先行来到这里的人 都进入了前面的大阵之中了 前方磨戏声唐 秦摩目光一闪 轻易地便辨识了出来 这似乎是某一种禁止大阵 而后 他来到了这些尸体的面前 仔细分辨 只见到这些尸体似乎是触碰到了某种机关 而被磨气入体 才导致了体内精血流逝 化为了干尸 看样子 这磨气大阵十分的危险 得小心行事 跟我来 秦摩身心一晃 带着冯康安瞬间进入到了这磨气大阵之中 顿时 原本平静的磨气 像是被惊扰了一般 涌动起来 但是 秦摩无惧 他闭上了眼睛 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磨气涌动的路线 太清晰了 秦摩震撼 在他的感知中 整个磨气大阵启动之后 任何一丝一缕的变化 都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中 那种感觉十分的美妙 仿佛鱿在激流中游走 那可怕的激流对于鱿鱿来说 鲁铝平地一般 而秦摩就是在这磨气大阵中的那条鱿鱼 难怪寄生种子可以称之为异魔族的圣物 传说中的完美魔化体果然可怕 秦摩叹息了一声 凭借着完美魔化的体质和他振法 以及禁止上的造诣 面前这危险重重的魔气 对于秦摩而言 简直是如履平地 完全不在话下 在秦摩在魔气大阵中迅速的前行之时 陈思思也来到了魔气大阵之前 嗯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尸体 顿时一惊 这几个家伙 都是巨波无敌 当陈思思感受到那陨落几人身上的气息之后 更是大吃一惊 巨波无敌 在任何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可以堪称顶级强者 为何在这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好几个呢 突兀的 陈思思眼瞳收缩 面露凝重 不对 刚才有人来过 翻动过这几人的尸体 陈思思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秦摩很小心 但是却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踪 立即就被陈思思感应到了不对劲 她的身体微微向前 感知秦摩残留下来的气息 浑身默然一阵 好完美的魔气 难道是飘渺宫的一魔族人 可是为何这股气息 给我的感觉是这么熟悉 仿佛 陈思思喃喃心中意乱如麻 不管了 吸引我的气息 在那魔气大阵之后 事或躲不过 只能一探究竟了 如果真的是一魔族人 那 陈思思眼眸中 目的射出了一团利马 绽放出了骇人的杀戒 身形一晃之下 树的探入进了大阵之中 而在陈思思等人 进入到大阵的时候 雷霆之海中的空间封印之外 一鸣鸣强者 已经到达了这里 果然有神秘空间和宝物 看到那里出现在雷海死地的空间封印 所有人都是欣喜若狂 空间封印散溢出的可怕气息 让所有人都激动 身躯颤抖 并且从空间封印中 隐隐散发出了一丝丝圣经的气息 更是让众人几乎要发狂了 天雷城那些顶级势力们 还真是卑劣啊 明明此地有宝物 却只知道藏丝 索性这个消息被我们知道了 嘿嘿嘿 圣经啊 竟然是圣经啊 若是被本地得到那么一颗 那本地说不定就能突破圣经 跨入到巅峰五地 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雷海死地这等禁地 本座还是第一次来 本来以为以本座的实力 几乎是无法闯到这里的 这一次还是要多亏了 天雷城那几大势力 竟然制造出了这么一个通道 让本座直通雷海死地啊 并在此地开拓出了一个安全区域 嘿嘿嘿 真是天主我爷啊 所有来到空间封印外的天雷城强者 狂喜之下 据是没有任何的停顿 如同蝗虫一般 纷纷投入那空间封印打开的通道中 这么好的机会 他们可不可能让其他人给占了先节 一时间就如同下饺子一般 眨眼间就有成千上万的污者 闯入到了空间封印中 这些天雷城高手一进入空间封印 就被带到了一片黑色的大路上 顿时一个个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发出了砰砰之声 各种呻吟之声不绝于耳 有些人修为较弱的摔在了坚硬地面上之后 直接连胳膊都摔断 疼痛难忍 嚎啕大叫下 更有甚者 一些武皇强者凭借着运气不错 穿过了飘渺宫设立的传送通道 梅雨落在雷霆之海 结果在这里掉下来的姿势不对 头部向下 顿时摔得头颅爆开 像是炸裂的西瓜一般 看到了这一幕的其他武者无比的骇然 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地到底是有多硬啊 竟然让一名武皇强者摔落下来之后 硬生生地摔死在了设立 简直是闻所未闻 而且之前在外面看到的那宝殿呢 无数的圣经呢 怎么都没有了 天地间只有漆黑的大地 和荒凉无垠的荒野 给人一种阴气森森的感觉 这个时候众人才害怕起来 这里不像是有圣经的样子 此地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难道是某一个远古秘境 还是说天雷城中散布的消息 是某个势力故意传播出来的陷阱啊 有一些人随机地传送到了一起 顿时面面相去 下意识地靠在了一起 因为这片天地给他们十分不舒服的感觉 别想那么多了 说不定那圣经是在这片天地的深处 你们想啊 若是这里真的有圣经 直接就能找到 天雷城几大顶尖势力比我们早来那么多 这里跑物还会有我们的份啊 嗯 对对对对 这倒是 嘿嘿 就算是这里某个未开放的秘境 呃 充满危险 那又如何啊 我们这么多人呢 难不成都会晕了在这里啊 嘿嘿 我倒是期望啊 是一个全新的危险秘境 毕竟一个秘境的开荒 才是最富有的 开荒两个字一出 更是引来了众人的狂喜 心脏砰砰跳动 天舞大陆历史太悠久了 特别是五欲之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远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宝地和秘境 这些秘境有强有弱 但是毫无疑问 一个全新的秘境出现之时 往往第一批闯入秘境中的人 收获最大 而这一批人 则被称之为开荒者 天舞大陆 时常会有一些消息传出 某某某人 进入了一片未发现的秘境 结果收获巨大 等他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陆 赫赫有名的强者了 这种探险的经历 自然是引发过 无数人的羡慕和忌妒 现在 他们也有这样的机会 心中如何能不狂喜呢 哎呀 反正已经出不去了 出口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不如大家一同联手 在这里同舟共济 各凭本事夺宝如何 一名强者笑着说道 立即引来了周围众人的赞同 只是赞同声还没有彻底落下 啊的一声 突然之间一声惨叫传来 只见一名原先还兴奋不已的污者 不知道何时 突然发疯了 眼神呆滞 直接擒出了武器 就朝着四周 其他的人劈砍了起来 魏勇你这是做什么呀 有人认出了这名强者 顿时怒吓声道 可是那被称之为魏勇的强者 仿佛置肉网文一般 继续地疯狂地杀戮着 其他人面色一沉 纷纷擒出了武器 刚准备联手将那魏勇镇压住 突然又有几个人目光呆滞起来 然后疯狂地杀向了周围的伙伴 这一下所有人都静了 一个个惊怒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他们连连利和 想要将那些发疯的几个人 从发疯中弄醒 可是对方非但没有清醒 反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陷入发疯状态的人越来越多 有魔鬼 这里有魔鬼 快跑啊 其他人惊恐之下 只觉得浑身发寒 有两起直冲头顶 各个寒毛竖起 心神震惨 一个个朝着四面八方 开始疯狂逃寸 可是他们跑着跑着 眼神也渐渐地迷茫起来 而后陷入到了癫狂之中 一个个无意识地挥动着武器 疯狂地厮杀着 不仅是这里 在远古摩地的其他地方 只要是先前闯入了此地的天雷城舞者 无一不陷入到了癫狂中 也只有少数拥有特殊火焰的枪者 反应及时才躲过了一截 滚 滚 滚啊 其中一名炼药大师手持血火 血火照应之下 就看到了前方一名舞者的后背上 一团漆黑的黑影趴在那里 仿佛在吸血一般 头部靠在那舞者的脖梗处 在微微地耸动着 这个场景让人毛孔松了 他骇然之下急忙要逃离这 可是刚一转头 就看到了血火笼罩之下 一个暗红色的影子 已经贴在了他的面孔之上 近在咫尺 竟然丝毫不畏惧他手中的血火 血红色的阴影 猛然地闯入这舞者的身体中 那舞者顿时惨叫一声 而后表情变得英质起来 身上散发出了道道阴冷的气息 并且手臂之上 长出了一根细细的黑色绒毛 而在这暗红色的黑影 占据了此人的身体之中后 周围的其余黑影 控制住了的舞者 也停止了发疯 面容变得呆着 纷纷跟在了这名舞者的身后 缓缓地向着远古摩地的深处 呆滞地走去 如阴兵过境 寒气森森 这一幕 在远古摩地的其余地方 也都在疯狂地发生了 但是外界之人 却是无人知晓 依旧是疯狂地冲入这空间封印之中 短短片刻之间 远古摩地中 便是出现了上万被控制的舞者 呆滞地走向了远古摩地的身处 宛若是行尸走肉一般 空间封印外 此刻 大黑猫等人也都终于地赶到 妮儿 就是这里了 站在了空间封印之外 众人凝重地看着空间封印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空间封印呈现出了圣经和宝殿 以及那散逸出来的气息 让每一个人都变色 圣经 居然真的有圣经 傅乾坤男男 语气也激动起来 他被缥缈弓折磨了两百多年 身上的伤势到现在都未痊愈 想要彻底痊愈 起码还要耗费极大的心力 可若是能够得到传说中的圣经 那么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以圣经之强 定能轻易地将身上的伤势给治愈掉 并且跨入更深的境界 他的心脏激动跳动 哼 哎呀 看你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手 居然被这小小的障眼法给骗过去 可笑可笑 一道吃笑声响起 是隐藏在黑暗中的大黑猫 发出的冷笑 傅乾坤脸色一遍 掌眼法 你是说这些圣经是假的 想想也是 如果这些圣经是真的 那飘渺宫早就自己享用了 为何还要将这消息传播出去 这不符合常理啊 傅乾坤的眼神顿时暗淡下来 尽显失望之色 这倒也不能说是假的 大黑猫语气凝重 暖暖的 眼前这空间封印呢 连猫野窝都看不透 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制造出来的 不过这圣经嘛 表面上看就是封印在里边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投射阵法 可以将别处的场景 投射在这空间封印之上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现在进入这空间封印 不可能直接看到圣经 但是这封印中极有可能真的有圣经存在